帕妖府城区汪正施空堪佛寺 施空堪佛寺是在寺内的主佛像铸造之后建起来的 供奉主佛像帕昭端鸾的佛堂 没有文献记载是何人建造 因为当时帕妖府经常遭遇战争 以至一度变成废墟 直至吞吾里王朝后 曼谷王朝统治兰纳国时 才逐渐恢复 施空堪佛寺的修器 是由帕雅巴帖乌龙城主 率领当地民众一点点修器的 并从南奔城墩锦巴师为采法师 来主持寺内的佛家事务 施空堪佛寺与其他佛寺不同 因为他的佛堂是建造主佛像底座后才开始建的 泰国英历6月15日竣工 并举行佛像首奉庆祝仪式 并发展成现今的巴饼节 巴饼节于每年5月 魏赛节的那个星期内举行 中午时分是不失庆祝仪式 并有各种娱乐活动 商品销售 娱乐设备和夜市等活动 施空堪佛寺于1980年 被推为皇家佛寺 类属于普通佛寺第三级别 是帕妖府唯一一座皇家佛寺 寺中建有水上佛殿 建于公元1985年 融合了兰娜建筑艺术风格 位于帕妖湖上 其前面有桥与鹿相连 佛殿内的壁画是泰国人民艺术家 昂甘的手艺 尼塔文化馆 展示寺内收藏的文物 古文献及帕妖府重要的历史资料 如文学、历史、地方智慧、文化习俗、 当地人的风俗习惯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